今年的第六十届金马奖入围名单下午出炉了 曾经以电影《南屋》获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的张继安 带着新片《午夜雪》获得了九个项目的提名 那成了最多提名的大赢家 那除了本地导演入围金马奖 立名本地演员阿哲陈泽耀 则凭借王李玲领导的指导的电影《复读青年》入围最佳男配角 作为今年金马奖最多提名的电影《午夜雪》 分别入围了最佳剧情片 导演 女配角 改编剧本 摄影 音效 造型设计 原创电影音乐 原创电影歌曲 和前两年由香港电影提名林跑的状况 呈现了不一样的情势 今年的金马奖竞争最激烈的当属影帝项目 分别是凭着关于我和鬼家人那件事相互竞争的 许光翰和林柏鸿 富都青年的吴康仁 周楚除三害的阮金天 一起的王柏杰 要衣服联合 为人知 už美丷 当街面 爹 继终 最后 木 音乐 雪